现在的问题就卡在这个地方 原因就是郭台铭当时看见的几件事 截至目前为止 国民党没有做任何的解释 郭台铭甚至于把他所有的简讯 把他所有的资料都交给某些特点人物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有话直说的主讲人张有华 国民党有意解除禁国立 就是禁止郭台铭为蓝营小鸡站台助讲 他有意解除 就我所知现在是有实习 实习他分布的区域新竹县市 也包含了新北 新竹县市新北 新竹县市大概两席 新北大概两席 加起来四席还有台中 台中一席到两席就是六席 还有高雄两席加起来是八席 那八席还有两席 一席是在台北 一席是在彰化 就是说这些东西统统加起来 大概有十席例为 十席蓝营的小鸡 引进直接电话跟郭台铭联络 他跟郭台铭联络的过程当中 就是第一个希望站台助讲 能够找到一只可靠的母鸡 第二个希望郭台铭透过他的影响力 因为郭台铭这一次的联署 郭台铭这边没有公布 但是他有一个大数据 两个都会区 台北就是等于方北 台中专画联署的最多 就是说郭台铭在这两个地方 他有他的影响力 虽然国民党经常笑他 你的民调都是各位数 但是你笑归笑 他还是有这个实力帮在这个地方 那现在目前的难题是说 郭台铭跟这些小鸡 他们过去有一定的交情 那这个交情的深浅 就郭台铭个人来讲的话 他应该没有问题 可以去帮小鸡站台 进郭令也解除了 快要解除了 但是郭台铭现在去不去 尽兴 后面两个字请道歉 就是说今天郭台铭对于这一些小鸡 他也想照顾 但是你国民党高层 当年欺骗他的几个 你要不要集体出来道歉 今天国民党要 郭台铭的选票 国民党已经讲了 请赵赵康跟王金平 来代表国民党 赢郭台铭回国民党 但是就我所知 郭台铭是不会回国民党 那郭台铭也不是不愿意帮 蓝银小鸡站台 也不是因为说那你的进郭令 我不愿意站台 今天郭台铭说 今天郭台铭他现在出国了 已经到了日本跟日本 郭台铭的出国 为什么不见赵赵康跟王金平 因为不是王金平跟赵赵康闯的 也不是蓝银小鸡闯的 而是朱立伦黄建廷金甫冲 这三个人 你们这三个人要不要出来道歉 精灵郭台铭真的已经不是他个人的 是非 而是说他想要了解 他被做掉的过程到底那是怎么样 做掉的过程跟金甫冲是完全无关 我事先帮金甫冲说明 金甫冲只不过是事后 事后被被点名而已 所以最重要的是朱立伦跟王建廷 你们要不要道歉 我们看11月23号军月的那一场 为什么郭台铭 对朱立伦是声色俱定 为什么郭台铭已经不接朱立伦的电话 甚至于不接赵少康跟王金平电话 赵少康跟王金平跟郭台铭的私交还算可以 主要的原因你们党首席 所以当朱立伦讲 讲的一些话 郭台铭的发言人说这算道歉吗 这算道歉吗 这是敷衍吗 敷衍只会让别人更讨厌 现在郭台铭不是不愿意帮国民党 就我所知 他不是不愿意 而是这口气放不下 况且他现在不选不选最大 你国民党的态度是什么 就是找旁边的人一直去劝郭台铭 但是郭台铭是要正主道歉 那请问正主黄建廷跟朱立伦要不要道歉 现在的问题就卡在这个地方 为什么他会卡在这个地方 原因就是郭台铭当时看见的几件事 截至目前为止 国民党没有做任何的解释 郭台铭甚至于把他所有的简讯 把他所有的资料都交给某些特定人物 就是说你们帮我看看他们当时怎么对待我 其中一部分那我是看到了 我那个从我朋友那边看到 我这么一看果不其然 国民党不认为他是戏耍郭台铭 而是指责他愿赌不服输 不守信义背信信义骂那个柯文哲的话 全部都可以放在郭台铭身上 全部都可以放在郭台铭身上 那郭对这件事情没有任何的辩解 我只是用用参选的方式来教训国民党 那现在国民党要郭台铭的票怎么办 不是赵赵康跟王金平出面就可以解决的 不是蓝营小鸡请求郭台铭站台可以解决的 就要看党中央的态度 如果党中央的态度还是闪躲的话 你郭台铭绝对不会帮助国民党 那郭台铭跟柯文哲之间是有默契的 郭台铭跟柯文哲之间是有默契 你要郭台铭的票 是不是把当时你批评所有郭台铭的话 全部收回来 当然或从口出那你说不收不回来 那你至少也要表达你的歉意 所以郭有一次私底下他跟朋友讲 他说道歉有那么难吗 那现在我不知道 国民党内部党中央的高层他们怎么想的 他们讲所有的礼数我都做到了 那你还是不要 那我没办法 所以只好找别人去劝 但是郭台铭只坚持一件事情 与这件事情无关的人不必要替国民党道歉 但是真正要道歉的就是国民党高层 朱立伦讲说50席小鸡 那这50席小鸡你要不要郭台铭的5.9%的选票 你要不要郭台铭站台 答案已经清楚了吗 如果国民党还是要这样子搞的话 我只有说请他们自求多福而已 就是请蓝营这些小鸡自求多福而已 毕竟货不是他们闯的 但是责任是他们背的